由王子文张鲁依志愿的第二次《也很美》正在热播中 安安在自己28岁孩子5岁的时候离婚了 成了一三五人缘 但是为了儿子她很快站坐起来 这波在好闺蜜和好哥们的帮助下 她成功的入围了新漫奖 却被丈夫的小助理恶搞 最后无缘冠军 但是安安却因为自己的一次直播让自己成了网红 最后竟然走上了直播画漫画这个行业 也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 而于非凡开始是为了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不惜和安安上法庭 但是后来在老爸的干预下 让他觉得儿子还是应该交给安安 于是他主动放弃了抚养权 为了给儿子好点的生活环境 安安就在富人区租了房子 没想到却和徐朗成了邻居 这样两个孩子有伴了 而徐朗和安安的接触也多了起来 后来为了孩子两人还经常搭伙过日子 一起吃饭一起粉刷墙壁 这个过程看起来是真的有爱 像一家人 而于非凡看后酸了 他不知道离开自己的安安会变得这么有魅力 他后悔离婚了他想复婚 但是安安却不想再回去了 想要了解更多就请关注点赞转发吧